我跟你说一个可能让你更忧郁的 你知道有一个 那个是贺分敦邮报的 那个女创始人嘛 就是贺分敦 去年她就辞职了嘛 她就是改去 就是她后来去辞职 她写了本书叫睡眠革命 她现在不做那个记者了 她就是改做人的 就大宝剑一类的同学 那个马云她去投资了 她写了一本这个睡眠革命 她就是说大部分人都有睡眠剥夺症 就是我们的睡眠被剥夺 她觉得四个小时还是不太够的 她就举了一例子说 她有一天她跟一个人 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在吃饭 就很年轻的一个人 那个人夸口说 你看我前天晚上才睡了四个小时 我今天经历那么好 她说我心里在想说 如果你睡五个小时 我们这顿晚餐会更有趣一些 她觉得说你还是没睡好 她诊断那个特朗普 她说特朗普就是典型的睡眠剥夺症 因为特朗普说 他自己就睡三四个小时嘛 就狂躁 她说他那个典型的睡眠被剥夺症 然后呢 所以她提了口号 她就说 我是今年 我就老觉得我易怒 我以为是 你看你就是 更年期了嘛 你是像川普方向发展 对 你就是没睡好 主持人嘛 主持人从政嘛 她就说这个很多的大学里面的 这个年轻人 她觉得你们就是睡得少 说你们不要考虑毕业的时候 能够找一份什么工作 你先把觉睡好 这个是最重要 她建议那个幼儿园 要推迟去开课 就是说不要早上八点钟 就让大家去上学 然后她提个口号 她就说 就有一次她跟一帮 就是成功女性 她说你们又经商 然后又当妈 你们都是睡眠被剥夺 她说我要提口号 她说叫 是sleep your way to top 就说 她就说叫一路睡上去 这话是有奇异的你知道吗 她说跟女的说 你要一路睡上 但我是说的字面含义 真的叫睡 说的是真的睡 不是一路跟人睡上去 她说对 你睡好了 睡好了一定能上去 因为我是也是一个长期 不会睡到六小时的人 通常四五个小时 而且几十年都这样 你去梦游吗 对 我们在梦游吗 时间呢 就睡四五个钟头吧 我大概跟你差不多 因为我也听过刚才 一云讲这种讲法 我有一些朋友就讲 晚上九点多之前就要睡 然后第二天早上三点来钟就醒来 然后他们形容 你们这种人形容的生活 是十分玫瑰色的 我朝上起来天刚亮 然后我那个朋友说 我天天在跑步机上 一边看新闻 一边看日出 然后跑半小时运动很好了 洗个澡 回来工作 世人皆醉我独醒 对 然后大家都还没起来干活 他还要写专栏的 我已经把 我六点钟就把一天上午的专栏写完了 然后九点钟大家还没上班之前 我公司的事 用那三小时精力很好的时候 解决了 接下来这天干啥好的 就回去跟同事吃吃早餐 怎么样就这样 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 我试过一段想这样的 结果我发现不行 我搞到怎么样 我还是像 你说这个情况 而且我是适应不了时差那种 不是 就时差对我没影响 我就算今天忽然飞到北美洲 照理讲该倒过来对吧 12小时 我到了那之后还是 还是坐那里的三点之内 对 后来我终于 我发现一本书可以让我们释然 我找到一本书 他就解释 没办法 这是一种生理式 这种生理式用是基因选择的 就叶猫子这回事 是天我跟文道是同志 对 我们是同志 这是没办法的 我最甜美的睡眠 就是那种倒时差的那种睡眠 你知道就是比如说飞到伦敦 一般到下午4点多我就困了 然后勉强熬到吃晚饭 你知道那种 就是完全 我们面对着文道 就在交谈 哪怕是谈很重要的事情 他都能看见我 对 赶快回去 一觉 那他睡时 但你这个太悲哀了 你想想看 你不是喝酒睡觉 就是要倒时差睡觉 你这个简直是不经一番寒测谷 哪得梅花扑鼻香的 你知道吧 你有什么才能 我都不佩服你 你们刚才说的都有个假定 就是想睡的时候能睡得着 在我心里 这种人都是非胜即先 没有 一般人都行 我们做记者的 你知道我坐车马上能睡 在那马上能睡 这种我跟你说心里 心里极其健康 我跟你说 比如谁心里健康 曾志伟心里健康 上次有一回曾志伟和成龙 到我们那做节目 我就听成龙说曾志伟 说曾志伟 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大陆的水灾 他是演艺人协会那个主席 发动那个香港演艺人 你说咱们这次演艺人 捐款 怎么曾志伟做主席台 就召集会议 说大家出出主意 一军你先说 他一军说 曾志伟就这样 频频点头 他闻到说 频频点头 过了一会儿 他不说话了 他睡着了 我们睡着了曾志伟 我们这也是心里 说我过去老因为怕受女性不满 我不敢说 但是我这的确是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一孕傻三年 就是我这 我这 我已经联系傻了很多年 对 为什么 这话女的能说男的不能 是吗 就是不是到后来呢 咱们那个扎剑英老师也给我解释过一次 就说说我没什么傻了 就是因为这确实我不能说假话 我怎么看着很多女的适宜怀孕呢 跟我说话有点失神 就眼神有点找不着焦距 那么即便我跟你说 即便是生了孩子 第一年她回来工作 我都发现这个女主持 怎么比以前反应慢一点 人家现在一舞爱了吗 大傻乎乎的一种状态 晚上起床换尿布 对 后来我就知道了 就是说她呀 不要说怀着孕这么一个负担 生了孩子的第一年 哎呦 那可悲惨 妈妈是没得觉睡的 没得觉睡的 因为半夜还要喂一次奶 是吧 对 然后小孩子会哭吗 因为小孩的时候不能睡枕觉 你当然也睡不了 真是 就是所以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 扎剑英老师的解释说 说你不能怪我们 就为什么呢 你想想 她说文涛 你整天跟一个三岁小孩 不让你跟成年社会接触 你就整天跟一个三岁小孩 通常还一岁 或者相当于三岁小孩智商的一个人 你跟他 一天社会交流 天天交流 共处一年 你是不是会变得跟他一样 就是 他说 这小孩 妈妈就是这样 妈妈就是晚上要跟他 读这些个弱智的 也不是叫弱智 就是有一个 低智 低智式的 心灵性 跟他说些娃娃话 对 说娃娃话 有一个大白兔 还有一个大灰狼 他说我这样的生活过一年 你说 他别再做节目的跟你说 你看大白兔来咯 那就已经很万幸了 所以为什么女人 我们还应该就是不仅要男女平等 甚至应该女尊男辈 我认为 真的 男人就应该轮流去照顾小孩 如果生孩子 很多国家现在有这种 大灰狼 一个男的去讲 但是你要在大灰狼的故事中 发现小孩子的智慧会被点到的 我有一次跟我女儿去爬山 我跟她说 听到了什么声音 我想跟她说 风声水声 鸟的声 她跟我来一句 我听到了云的声音 我就想说 这个你也在当中学点东西了 对 有文学基因 所以你看 我看见的那种 就像文道这种 就是说 像我有一个好朋友 也是说 就像袁州派 你们先聊会儿 我睡一会儿 好 他躺下就找 我有朋友就这样 睡15分钟 说15分钟之后 咱们出发 你们先说话 我有点困 睡15分钟 呼噜都起来 这种人 我经常发现 他有一颗童心 他尽管五六十岁 你看他跟小孩一样 孩子不得了 对 不过 但这种短暂睡眠很有效的 对 你白天 对 比方我上课完了 中间两门课 直接有半个小时 我可以在办公室里睡着 第二节课的学生来敲门 弄去手筒了 我觉得是一种人生境界 有一次我们一起做一节目 他说回家睡一午觉 我说我这种 灵敲睡打的根本没法睡 我都没法睡 王萌老师跟我说一通 把我给 我对他很崇拜 他说 他说你睡不着啊 你躺在床上 你得那么想 就说你实际上睡着了 你睡着了 你知道吗 你以为你没睡着啊 那是你做梦呢 庄子 他说他有的时候 庄子 这就是标准的庄子 他说他有的时候睡不着觉 他说我失眠呢 他说我照样躺床上 他说我就这么想 实际你以为你还清醒呢 那恰恰说明你睡得太深了 看着你这么梦 蝴蝶在梦看你啊 甚至说咱们再推而广之 咱们再推而广之讲一步 这个人生就是一场大梦啊 你从来就没醒过来 你还什么失眠 你根本就没醒过来啊 你做梦呢 你失眠 你听完是睡着了 还是又睡不着了 你听完他这么说 是睡着了 还是又睡不着了 我听完了胸怀大畅 当即我也躺床睡午觉起来 我就 睡着了 我真是觉得就是说 更加焦虑了 就叫梦里 就想起你的佛教一句话 就梦里明明有六趣啊 醒来绝后五大千 就是就是梦里啊 明明都是有徐子东 有人鬼畜生这些 明明都是真的 但是一觉醒来才发现 什么都没有 就是他就 这样看待人生的终点呢 倒也挺叽叽的 那个人生如梦嘛 那终点就是醒来了嘛 醒来了就什么都没了 你翻回头来说 他就是说啊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失眠也好 很多人忧郁症啊 或者什么 当然专业的意见 你应该去找专业的医生 但是我也有一个业余的看法 很多都跟对焦虑的恐惧有关 就是就是你看 我经常说 我说做你 不管碰见什么事 做你该做的事 但是不必为此焦虑 让你睡不着的 都是因为就是 你老在这这么焦虑 就是要早起 我现在的半夜睡不着 我就起来看书 我本来第二天看的书 我就半夜看 对不对 看到自己受不了再解决 那就不怕了 那你的学生们将来毕业了 人家八点要上班了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说这是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社会应该调整上班的世界 我觉得我们心理上 我们心理上你也要自己调理 但是社会 我觉得这个调理 不是北京折叠吗 我觉得它虽然是一个科幻小说 但是在时间上把整个社会折叠一部分是好的 那文道你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大部分人毕竟还是要朝九晚五吧 我觉得其实用我们学佛 那你能不能够就是所谓失眠问题 在我看来就是每次失眠 就是因为你心力很不集中在睡觉上 你是很努力集中睡觉 不是努力睡觉 就是你没办法很舒适的就让自己说 好我现在睡就好好睡 大部分人失眠的时候都是东想西想 就念不定 就如果一个学佛的人 我们讲这个念要正念 就是我现在念是定的 我在喝茶我就喝茶 我在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多人之所以失眠 就跟我接触很多人今天要学佛 学禅修有困难 理由是一样的 就今天大部分心是不太容易定的 心之所以不容易定 跟你们刚才讲用手机有关 但不是因为那个蓝屏 而是因为我算还好吧 就是因为我不太用社交工具 你如果老开着微信 你不是老看要刷屏 要看看朋友圈怎么样 人家给你发什么 所以你长期处在一种 我或者等待讯息 或者要发讯息的状态 你的东西都不由自主的 你不太容易定 我还有个技术方法 就是看一些比较难的书 就是那个书断去的宽 然后你看到你累了 那就睡 抓紧这个时间就说睡了 以后还可以看一千零一夜 也很容易睡 圆周派 但是我觉得文道 他是个这样的 就是你看他为什么他能睡着 按说他也有很多压力 我注意到他有时候讲一点 跟我就不一样 我这个人是会后悔的 他不后悔 比如说他说我决定往左边走 哪怕后来发现错了 我也就错就错下去吧 他这样的 没有什么对错 你没办法 我出去了 你就是你的对了 对不对 就还是事不够多 有时候我觉得事多了 你就不会后悔了 其实 就你想的事真的很多很多 或者经历的挫折太多了以后 你就不会去想了 你就这样吧 因为还有下一件事 后悔也没用 他说的也对 后悔没有用 说现实一点 就是有些公司要是能够 就让人家12点上班8点下班 我觉得假如他不影响 他的整个业务的话 讲个最现实一天 很多人住在五环外 早上那个等巴士 爸爸妈妈在帮他们占位置 冰天雪地的车子 7点多的车子 爸爸妈妈五六点来站在那里 让小孩多睡一个小时 多睡一个小时 然后小孩赶来 爸爸妈妈抢的位置上去 赶到城里 那个公司里 可能不知道在做什么 但是这个打卡规矩 就是这个样子 对 你说这个 荒唐 现在我觉得有的公司 我就觉得 打死我也不能到那去工作 就是他那种叫军事化管理 甚至老板还以此为自豪 就是说打卡 那有的人也挺冤的 直到一两分钟 就是直到一两分钟 当夜奖金就扣了 而且有的人是什么 半夜想起来 今天忘了打卡 穿着个睡衣 就跑回公司去打卡 其实坐在那里的人 都在偷时间 他来了以后 他在做这个事情 他们上网 什么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何必呢 你把一个社会做成这么 这是现代化 现代性的弊病 各不得创业的人那么多 创业就是你自己不用上网 他想要自由 想要自由 所以你就想起扎克伯格 他们那种公司 所以你知道我想起什么 就央视这个新大楼 这个不是是谁设计的吗 库哈斯 库哈斯设计的吗 我曾经到他们那干过活 我发现真是很有意思 这是两种观念 实际上 这个央视的一些同事跟我说 说他也不大好用 为什么呢 没几间办公室 就是那个大楼 不用空间多 这么大宽的走廊 只有中心这个地方 有一块可以变成房子的 这个办公室的地方 可以变成康房 都是控都是那个大空白的 是吗 后来我跟我合作那个节目组 就是说咱们中国人的公司 就是要围起来开点小会 不能让别人知道 他这个房子太小 你看他是个什么观念了 就是可能在库哈斯的想象里 就是当现代的 就是或者未来的年轻人工作 尤其是媒体工作 尤其是媒体工作 那都是随地坐一地 在地毯上 可能就在一个大厅一样的环境 互相交流 拿这个笔记本 爆发创意 拿这个笔记本电脑 你看 看看连续区newsroom 对 他设想的可能是那样一种办公环境 所以就是说 现在这种上班的压力 包括这种工作的这种压力 也是 而且中国现在竞争 过去咱们认为中国好像挺低效率 其实我现在真的感觉 至少我生活的北上广 很多公司 我认为这个效率比西方还高 当然 高的有点受不了了 你记得我就说 那个送快递的那个小哥 哎呦 为了说让我 我觉得他很惨的 给他按个赞 他都能哭 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那你说这压力是够睡不着的 然后我觉得光是睡不着还好 就是压力再大过头的 就开始出种种毛病 你不觉得吗 很多人情绪都不太好 对 易怒 易怒 跟失眠有关系吗 我觉得当然有关系 你不觉得中国很暴躁吗 一般而言 你比如说我们老出国了 你很少听到别的国家 比如说机场里面航班污点要打架的 就让中国老打架 就没有一言不合就吵 就很奇怪 可以我这暴脾气 那个不过关于睡眠 我还是有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都没到现在还没想清楚 因为我听到一个说法 我认识一个人说不要多睡 你去世以后一直可以睡 对 这也是 你活的时间能有多少呢 对不对 你将来有的睡了 所以你只要minimum 就是说怎么够了就行 这是一种观念 另外一个就是我很多网友整天给我发的那种 半夜养肝 对不对 你的身体不好 所以要保证睡眠 对身体有好处 只有保证了睡眠 你其他的时间才能好好工作 这是两种不同的睡眠观 你们觉得哪个有道理 我到现在都拿不定主意 不是 它不科学的肯定是没道理的 因为我看过这个科学论文 就现在知道睡眠对我们 为什么你睡好了 觉得神清气爽 因为在睡眠的时候 你的大脑里在发生一件事情 类似于电脑的清零 对 你看电脑里你有很多拉子打哇的数据 时间长了 电脑的速度就慢了 于是你需要找个清理大师 哗 把那些多余的 但我平民在做梦了 那清零也清零 那也是在进行这个过程 只要你睡着了 你的大脑里的生化反应 其实就是在去除这些所谓垃圾数据 垃圾数据 然后让你像这个脑子是不是感觉有点水洗了 所以你不想睡 你也不行 要不然你就成街上的暴躁易怒 为什么人家说女的 说那个一孕傻三年呢 就睡不好吗 哦 是这个原因 傻就是因为你睡不好 因为你刚生完 要去照顾小孩什么的 对吧 就是很零碎的睡 我的感受特别深 如果我前一天晚上我睡的比较少 或者是那个出差要赶早班机 然后以前我们就做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我人名地名就想不起来 我觉得我的脑子在里面 在搜索一个东西 它转不起来 就像你上网一样 那个网络转不起来 它搜不出来 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你 努力家在宗 对对对 然后呢 还有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 还是那个时候 你可能要吃点甜的东西 因为只有糖分是可以穿透到大脑里面去的 你可能那时候吃点甜的会有点帮助 其实刚才我觉得那个文堂讲的 这个梦的两个常见的功能 一个就是你可以说自我安慰 就是福利德是梦是愿望的达成 白天很多时候愿望达不成 结果晚上 就是比方说梦里 梦里娶媳妇是吧 你看这就是一个 这个 帅小的娶媳妇 对对对 白天你觉得人家想 但是做不到 但晚上就是做梦娶媳妇 你看这就是一个自我安慰 但是刚才讲的就是梦是 它的另外的一个功能 创造性 因为这的确世界的一个特别根本性的问题 到底现实是真的 还是梦是真的 因为其实现实 就比方说我们在白天 包括我们现在讲话 我们在意识 在思维之中 其实意识和思维是很有限的 在福利德的说法里 就是他有个冰山理论 是吧 就是那个意识只是浮现出来的那一点 而潜意识有一个非常巨大的部分 但是这个呢 叫福利德 讲的个人历史的潜意识 你看中文还讲的集体无意识 如果你对佛学感谢 佛学还有阿赖耶识 这时候你想 意识就那么一点点 然后潜意识无比巨大 所以就是我 这些有创造性的人 他们就发现 他们得有一个途径 进入那个潜意识的部分 那么像刚才你讲的 这个音乐人是吧 包括刚才小楠讲的这个部分 是你们 你看你 就是能够控制自己 进入什么样的梦 而且在梦里在要什么 其实这个时候就变得很有意思 你把意识中的目的带到了潜意识之中 这个就太厉害了 那这个梦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如果是自我安慰性的特别的严重 这会导致一个结果 你像你白天在这 就是晚上在这 这个非常分裂 这个时候梦是你控制不了的 你发现你比方说你白天 就是比方说你太做好人了 这个晚上你梦里都充满了杀戮 那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看就是这两个相反 这边你就控制不住 就是你觉得我是在有意的追求 但实际上你是被迫的 就是成了一种人格面具 你不真实 但你在潜意识里头 你这种杀戮你也控制不了 因为这两个东西就是它分裂了 你丢丢打枪 就是白天太是好人了 我不是说你的 达不到目标 还达不着 那这就叫被动 是不是对于达成目的的一种无力感 表现在我这个子弹 总是慢悠悠慢悠悠 就是你的道德对攻击性的压抑不高 所以你的攻击性应该属于比较强的 所以为什么我老把你理想化 觉得你是比较自在的人 这是因为你的攻击性收发自如 但是你的攻击性收发自如 你还是觉得自己攻击性不够 就比方说你被攻击 你觉得自己躲避的不够 你攻击别人 你觉得自己攻击还是不够 所以这个时候你出现了 你的攻击性 比起一般人来讲 释放的多得多 但是你还是觉得自己不够 出现了这么一种 我的攻击性 你们觉得我是个很有攻击性的人 我忽然发现 你看刚才他淘淘不绝地跟你说半天 他跟你慷慨极养地跟你说半天 就言多必失 或者叫说的越多 你暴露的越多 那像我这样 我今天我就在你面前沉默地像块金子一样 那我这种病人 您能看出我是个病吗 就是你太考虑别人了 你比小男考虑别人还要多得多 为什么呢 怎么看出来了呢 你看就是一直都是我们三个的场 就变成你就在这 就在这这样待着 就是也包括你的面相 就是这样看都是 你可能考虑别人太多 很多时候干脆就把自己往后放一点 就是应该是这样 我沉默都不行 都被你看出来了 这个沉默也是一种表达 我觉得你像我们说这个梦 我觉得首先它得有一个敬畏 就是我们的科学没有办法完全解释 但是没有办法完全解释 也不等于可以随便瞎猜 或者说你可以随便瞎猜 但是你随便瞎猜 不能认以为 那比如说 我们假如说 李白有可能梦到一台电脑 那是永远梦不到的 那他就是还是有科学的 对 你像小男的这个问题 那是庄子的问题 那是大灾问 就是说到底是我们梦见蝴蝶 还是蝴蝶梦见我们 你像那个马斯克 对吧 他甚至就是说 我们很大概率 我们整个就是虚拟的 这其实是那种理论的现代版 我觉得 但是心理学有了很多科学的 这个研究的手段 你比如说 通过这个浅睡眠 然后到达一个深度睡眠 然后深度睡眠之后 会叫做快速眼动睡眠 叫什么REM 那个就是在做梦 就是说你的眼珠子的转动 是看着你梦里的那个 视觉对象 那是上帝视觉 就是你梦里那个 有个内视觉 就是那个眼睛转动 当然这不是说百分百 但是根据他们的眼球追踪的 这个研究啊 他们觉得好像很吻合 往往很吻合 吻合梦里的内容 包括说做梦的这个 这个机理 你为什么会做梦 人家就是说了 这个梦啊 好像现在比较多的 科学的认为 就是说 它是整理 整理你的这个 白天的 碎片 碎片记忆 然后呢 什么把短期记忆 转到这个 长期记忆 甚至于就是说 好像就是说 更多的是整理 你后半天的 记忆 或者是一些 比如说游泳 打球 就是技能性的 技术性的 程序性的 这个这个记忆 做梦的时候呢 会帮你 整理这些功能 这种 这是那个电脑的 那个磁盘整理吗 它还不止这个 很多最初学技能 我们都需要通过思维去学习 是吧 我们学习了之后 它并没有进入 我们的体验 化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需要 逐渐的把这个 就是意识中 思维中学的东西 最后变成了一种 自动反应 这也是那个思维的 快与慢 这个书里都讲的 是吧 就是但是这些自动记忆 其实就需要 就是一种激励 怎么从这个 短时记忆 变成长时记忆 甚至是和你的 所谓的血肉 都连成了一体 是吧 之后就变成 所谓的那个 快速思维 就是因为 看下来给你一个 输入问题 啪 结果就出来了 但其实这是 你经过千锤百链 就是这个千锤百链 就是不断地把 这个就是 短期记忆 进入深层记忆 这么一个部分 但我觉得 我个人会认为 就是刚才那个 文涛讲的 就是关于梦的 这些理论 它其实有更深的 就是这些部分 你说到睡眠 我有一个非常 困惑我的问题 你这样 刚才您分析我 老觉得 我是一个为他人着想的 因为我就是一个 我在公司 我就得率领着 一个几十人的团队 但是我就越来越 发现什么呀 你看这张脸 就像是老为他人着想的 对 我们是企业家 对 年轻时候就这样 你看 我老感觉 比如说 就像姚明 人家会打篮球一样 我老觉得写作 是一种能力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有那种精准表达 或者是生动表达的能力 然后我又发现 阅读也是一种能力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给他一本 他十字并不意味着 他会阅读 然后我又发现 专注也是一种能力 有的人他就专注不起来 你说过了天 就是天赋 你就拿着枪逼着他 他都专注不起来 然后我又发现 睡眠也是一种能力 这真的是 结果我发现 各种能力 各种能力之后 我说这人还剩下什么呀 所以就有这么一个说法 当然我可能把刘哥的 刚才引申了一点 很多来访者 比方说很多人 认为自己问题很重的时候 都会说普通人应该怎么样 普通人是怎么样 都觉得自己不是普通人 结果普通人是个奢侈品 普通人应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普通人应该有爱情 普通人应该身体健康 普通人应该有好睡眠 哪这么便宜 这个有好睡眠的 就是比方说 而且是讲年轻人 一般来讲年轻人 睡眠也好 一觉睡到天亮的 据研究不到十分之一 所以你看睡眠就是一个奢侈品 那咱们在做思维里后 我是一觉到天亮 但是我全是梦 对啊 那这种也不 那这是有质量的睡眠吗 因为你的这个梦 就带着一种超道性的这个部分 这还好的一些 如果你的梦就变成了 就是比方说你白天在这儿 你晚上我在这边 然后这样的梦就变成了 一种自我安慰性的梦 如果你是以自我安慰性的梦为主 那么这种梦会构成一种干扰 就导致你的睡眠质量就会很差 诶 而且可以睡很长时间 但是我睡眠质量不好 我也是就是每天早上醒来 我都记得至少四五个梦 而且清晰无比 这叫睡眠质量不好吗 因为记得梦 因为我们俩沟通也发现 其实我们都有个问题 就是你看我有几个朋友啊 他们也是一觉睡到天亮 醒来什么都不记得 但是他们醒来之后精力充沛 就好像他们整个被清理了一遍 所以你看这时候不一样 我俩刚才总结 我们俩是属于一觉 比如说睡了特长时间 起来还得补一觉 就是你们看起来 也睡眠 具有睡眠能力 但是你们的睡眠能力 很废睡眠 就是我们说 对 这种一觉睡到天亮 现在科学也有个解释 那个解释我觉得特别的棒 是什么解释 所有思维过度的人 都要警惕一件事 你会不会老的时候 得老年痴呆症 是不是 虽然现在据说 这个老年痴呆症的研究 叫伽玛淀粉蛋白 就是和这个有关 现在据说 最初的研究是骗人的 对 但先不管它这个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 挺复杂的说法 新说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们就讲 就是有一个研究 如果当你睡着之后 你的思维还是活跃的 导致一个什么结果 就是你自己体验上 你知道自己没记住 是适度睡眠 你觉得自己没睡好 没睡够 因此你的血液流动 就是还是比较高的 最后你的脑积液 就生不出来 当你思维近乎全然停了 你的血液流动 就是 因为这个 我记得不是很准 不能保证 是不是全然停了 当你的思维 在极大程度上停了之后 这个脊髓里的脑积液 就出来了 然后它就在你大脑内 流一遍 最后就把那个 伽玛 伽玛和伽玛 对应该就是 河北人 伽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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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了 伽玛和伽玛 伽玛伽玛 全得冲走了 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 β蛋白 就是 β蛋白 就是 把它给清走了 就相当于 把你脑袋里的 一个垃圾给清走了 所以你看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你在晚上 睡着了 你貌似睡着了 但是你这个 还在做这种 自我安慰性的梦 你没有更深的 进入到潜意识之中 这个时候 你的思维活跃 你大脑休息不了 然后这个脑积液 就是不能够升上来 不能把这个 就是 伽玛 给 β 就是β 那个 淀粉氧蛋白 给清洗一遍 结果 你组间的 这个蛋白 不断在累积 然后最后就导致 你的大脑功能受死 那听起来 就是说 一个人的睡眠时间长 并不意味着 睡眠质量就好 我就问 安眠药真的损伤 第二天的智商表现吗 因为是这样 我是心理疾讯师 我也不怎么研究药物 所以我的药物 了解也不多 但是有一次 你感觉我研究药物 对 我一个朋友 他用安眠药 就是用的比较多 因为我在跟人聊的时候 当注意力特别集中 我也说能够感觉到一些东西 后来他跟我讲 他用了安眠药之后 那种感觉 我感觉他的梦 被切成了碎片 就比方说梦本来是连续的 他的梦就被切断了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 当时我通过 我这个朋友的这个事情 我说你在用药的时候 可能你的这个安眠药 起了一个重要的部分 阻断 阻断你的思维的活跃 我原来像那个 这个在香港的时候 不是那会儿坐早班车吗 对 需要早上四 开始是说需要早上四点半 还是五点吧 反正就是就开始工作 因为我们是七点钟直播 而且是直播 而且当时就是说 因为没有稿子嘛 那么你就需要完全自己说 我记得我 我也因为我原来是不失眠的 后来就是你就紧张嘛 你就觉得说 那你这个事大于 你要你的这个睡眠的这种困意了 后来我是怎么自己给过去了呢 我就试了几次 就跟你刚才说的很像 就是我就是有一天 基本上就没睡着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发现 好像也还行 因为你在直播的状态里 那种身上腺素一分泌 你就很兴奋起来 但是如果我比如说是去念稿子 我有可能就会极其困倦 因为我就是感觉没有深度的 去受到那个刺激 你会感到困倦 但并不一定不能正常工作 对 然后尤其我 那我直播又没有稿子的时候 我必须要就是 就是真正的动脑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兴奋起来 有那么两三次以后 就是这个心理障碍克服了 我觉得说 不睡 似乎也没有很大的区别 反而能睡着了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的思维 就是出现了一个 就是错误的认知 包括刚才文涛讲了 我们以为自己得有完美的状态 才能完美的工作 就我们都要怎么去准备 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你看就是 失眠并不是最大恶极的事 对了 就是因为你第二天 就是就那一下的工作状态 可能并不需要 就是99分的工作 那个心理准备状态 你可能60分就够了 而且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 你此刻的那个状态 就是比方说你的意识 你感觉自己 意识有点涣散 有点不够集中 就没睡好影响了这个 但是你有无限的潜意识 而潜意识是有 过去的人生的累积 你在你的专业工作上 所以你的梦 它是一个很真实的反应 虽然我们讲 半开玩笑说 原来这个胡舟都可以 但实际上这个胡舟就说 因为它建立在你过去 掉动了过去的 你不是由你 就是前面 比方说昨晚那12个小时 所决定的 它是由你过去12年 就是甚至更久 所决定的 就所以 那个时候你发现 脑袋没那么焦虑 当你能够放 就是放松下来 和你身体链接 和潜意识链接 你放松 然后你发现 你以后的东西 这样涌现出来 结果那个时候 你发现这个状态 比方说昨晚一位睡好 看稿不行 记不住 这就是思维意识跟不上 但是你内在 藏着很多东西 所以当你使用它的时候 你就可以 那听起来 就是叫接纳和共处就行了 是吧 甭管失眠也好 还是各种毛病也好 但是这个接纳和共处呢 你要靠真正的事实 这个就是 就比如说 我们很多苦恼 都是发生在认知 你对这件事想错了 所以你想错了 也做错了 所以你才烦恼和痛苦 比方说 这个从睡眠这个例子上来讲 就是我看的真的是 千百个西方的 关于睡眠的这种调查 都写在这本书里 我可以把这本书里 你看我看 你这第六条写的是什么 第六条 我怎么知道 事情一定会这样发展 就是说 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 想得太严重 曾经调查过122个失眠者 然后呢 这个让他们评估 就接上脑电波这些仪器 让他们评估 发现这122人啊 他们平均估计自己的 就失眠者 他们估计自己入睡时间呢 比他们实际的入睡时间 平均长半个小时 就是说 实际上您呢 是半个钟头就睡着了 但是呢 第二天填问卷 您总是说 我一个小时 我能一个小时才睡着 然后呢 总睡眠时间 整晚上的总睡眠时间 低估了一个小时 这122个失眠者 就是说 你以为你没睡着 其实您睡得正香呢 但是呢 您不知道 您睡了这么长的时间 这就是 一个认知 所以他们就讲 世界记录 世界记录有一个人 我不知道是个魔术师 还是个什么人 这哥们呢 连续11天 就不睡觉 连续11天 就没有睡觉 说中间没有出现幻觉 然后到最后呢 就是连续睡了15个小时 也就恢复正常了 然后说 这件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不用补回来 不用 哎 你真的聪明 就是说 没有补 就是说你觉得你两天没睡觉 是吧 我得报复性的 我得补回来 不必有这个焦虑 第二个 如果您认为自己 连续几个星期 没睡过觉 那要不你就是有消极睡眠认知 要不您就是打破了世界记录 就像说你昨天 你说你昨天晚上没做梦 实际你做了 对 你不记得 但是里面存的一个情形 像这种情形 仍然是非常严重 比方说他认知上 就算他重新做了个调整 其实他也睡过一些时间 但这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状态 就是他还是需要改善 其实当文桃你讲 就是你的故事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 接下来我讲的故事 学员派不怎么认可他 就是这个人用的办法非常的 就是比方说他不是用药啊 不是用一些什么方式啊 这个人怎么办的呢 就是 这是很符合后来的 这个心理咨询中 就是关于睡眠的这些理论 就是这个人就 他这样来治疗比斯麦 当比斯麦 比方每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他就穿成一身制服 或者一身固定的服装 他就坐在那个比斯麦的床前 也不说话 也不跟他聊天 反正就守着比斯麦睡觉 比斯麦睡着了 他就离开了 但是等第二天 比斯麦要起床的时候 他又穿着同样的一身衣服 然后就出现在比斯麦的床边 然后同样的姿势坐着 等比斯麦一醒 就发现 这是昨晚上 这个我睡觉之前 见到这个人 今早就醒了 见到的还是同一个人 连续几个晚上 就是比斯麦就能睡着了 那后来那人走了 这个故事 关于那人走了之后 这事还没结束 但我得做一个解释 其实它就涉及到一个 就是关于心理罪询方面的 世面理论的两个部分 一个是关于安全感 一个是关于攻击性 那么就是 比方说像文涛 当你讲的时候 我就在猜 这仍然和你的攻击性 可能连在一起 你怎么老觉得我有攻击性呢 因为你讲你的梦 就是前面讲的那个被追杀 或者开枪 我觉得我很怂啊 我觉得真的 我竟被人攻击 我跟你说 他流露出来 全是你相反的那一件 对 你自己不是一上来就说吗 你看起来是什么样 或者相反的 这是你的理论呢 没有 我们发言公信 先放放 可能前面有个部分 关于安全感的部分 那么安全感 你看就是 我们睡觉的时候 得有一件事情 我们都得让脑袋松下来 我们都得让脑袋松下来 对 如果你的思维很活跃 你就没法睡着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 他脑袋松不下来 比方比斯迈 他脑袋松不下来呢 就是或者为什么 后来这个人 就是当他这个江湖医生 就是出现在他床边 这样稳定了 接着几天 他就睡着了 因为当我们脑袋 不能放松的时候 因为我们脑袋 就是我们的自我保护者 我们的脑袋 它保护 你看我们其实都有一种矛盾 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体验 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身体 就是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外部世界不安全 就是这个不安全有多重含义 我们的脑袋 就作为一个不能停止的 一个部分在这不断地转 对比斯迈来讲 铁血首相 他要操心那时候多多呀 是吧 所以他可能觉得 所有时候都得靠他 也的确是 那个时候德国 都是靠他长舵 他要一松懈 他觉得国家可能就不行了 所以他出现严重的这个问题 当那个人稳定在他身边 就对他说 你就睡吧 你睡着 因为我保护着你呢 连续几个晚上 当他这个稳定的知道 这个人就是 其实是给他一种感觉 结果他睡着了 当然这个故事没有到此为止 你刚才那个问题特别对 这个人后来呢 这个人后来娶了 比斯迈的女儿 有目的的是吗 他不是有目的 他本来他就是来做治疗的 结果后来他成为 比斯迈的参谋 后来又娶了 因为比斯迈的女儿 也多半会失眠呢 比斯迈你不开她了 就相当于这样子 就用自己女儿 就这个女儿不能跟女儿睡 就跟这个 比斯迈的睡 反正就是得站在那前面 这也挺吓人的 有一些人 我自己就是接触过的一些 总想做事的人 就是他真的 你会发现 原来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人是不是特别勤奋呢 什么这些都有 但一定有一条 就是他总是能量场超值 而且他就是 因为我就从我自己身上反观 我会人生中 有一些时刻是跃跃欲试的 我想到这件事情 我会觉得义无反顾 但那个 后来我才发现 它是一种生理的特征 就是我在那 当下可能我睡了一场 特别好的觉 或者我喝了两杯咖啡 因为我喝咖啡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兴奋起来 然后我的人生感受 和决定都不一样了 我对未来的这种 期望值不一样了 但可能就在下一天 一模一样的外部环境 是 我就是因为我这个觉 没有睡 我可能睡得很累 或者我今天这杯咖啡 我就没喝上 我的那种为难的情绪 就很强 甚至我同样的事情 我的认知不一样 我能不能做这件事 这件事是不是足够难 或者别人在这里面 是不是足够对我有助力 或者说 甚至一个人 他在此刻说的这个话 是不是让我觉得 很烦人 就是这种生理反应 后来我就发现 说人是一架机器 它不是稳定的 它是受 就是你的大脑运作 和生理的这些要素 然后决定了你的 想法和认知 这个想法和认知 不是一个凭空而成的 所以我觉得 你看 后来有一次 我看那个小 是很早以前吧 有一个中医 当时我一个朋友去看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怎么老是睡觉 特别累 他说你应该感谢 但我不知道这对不对 他说你应该感谢这个 你是个能量值不高的人 你就是因为能睡 你还保护了一点能量值 他说你 我告诉你啊 有一些 比如企业家 或者是就是那种能人 他说他们 除了他们其他的天分之外 最重要的是 他的身体机制 比如说他很短 就是四个小时 或五个小时 他真的不想睡了 起来以后 他就越越欲试 他就有一种 要攻克一个东西的 这种欲望 这种欲望 是生理机制造成的 对 然后剩下再配合 他其他的能力 对 什么的 所以呢 就是 但是如果有的人 他把欲望 全部发泄在梦里头 就像你 他明早老在梦里头 打枪 那你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梦里子弹太慢了 所以我就问吴老师 就是你看像他所说的 这个 有的人是 在现实世界中 他能精神饱满 有的人就在睡梦中 他跌倒起伏 刚才你看我的解释 他有这个安全感和攻击性 这两个原因 这个安全感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想睡好 脑袋得松下来 就是得有安全感 安全感就是 你确信外部世界是安全的 而且这个安全 就来自于外部世界 有人保护着你 而最初这个安全感 就来自于哪呢 最初有一个 稳定的养育者 他能够安全地在你身 他能够充满力量地 呵护着你在你身边 当你获得了 这个稳定的感觉 你就获得了这个安全感 当你安全感 住在你的内心里 你就知道 就是确定的有一个 其实这是你内化的 一个保护者 在你内心中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脑袋 就可以随时地松下来 然后就是这些 睡眠极好的人 通常给这个关系很大 我再讲关于 攻击性的这个部分 攻击性我们存在 攻击性 就是如果我们想 就是把攻击性给和解了 就是叫原始的攻击性 变成了带有生命 就是带有人性化的生命力 它需要完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恐惧 我们担心 比方我一打你 然后立马就会报复 就会被伤害 但是攻击性 照弗里德的说法 攻击性就是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力 所以它就得往外释放 但是如果就是在小时候 比方说你的父母非常严厉 然后你一表达攻击性 啪就被打 或者就这时候 你就觉得你被惩罚了 所以这时候 你就不敢表达 但是当你的攻击性 度过这个恐惧阶段 你就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 内疚 你就担心一表达 因为你攻击性 你发现你攻击了别人 然后攻击了妈妈 被妈妈接住了 你知道妈妈是爱你的 但接下来你就开始担心 如果我伤害了妈妈怎么办 你就有内疚了 当有恐惧和内疚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发现 自己的攻击性 不能够很好的释放 它就不能构成一个 闭环一个蛮行 因此这些攻击性 不能够就是 就是比方说 你今天要做一件事 这个攻击性一升起 然后完成了这个过程 就是诞生 发展 高潮 衰落和死亡 就是这个事 你整个都蛮行了 结果等你睡着的时候 既没有恐惧 也没内疚 然后就是你还有这个安全感 你就憨然入睡 但是如果你白天 比方做了事 你又担心 担心伤害了别人 又担心别人要报复你 然后你这个能量 没法满行 然后你就有大量的 这个恐惧和内疚 当然这是简单的 概括性的说法 还有各种各样的 其他的感受 然后就需要在你 睡着的时候 用你的脑袋去消化 你看这就相当于 你白天有很多 能量的残余 有时候都不叫残余 甚至成了 你白天只表达了一点点 就是这个部分 就比方说你讨好了别人 或者就是你让步了很多东西 其实你这个能量 可能只完成了20% 结果你晚上留下了80%的能量 那你怎么办 你就得用脑袋去 处理消化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很难消化 然后结果会导致 你的脑袋停不下来 然后就算脑袋停下来了 你貌似睡着了 然后还在梦里头 这个有这种自我安慰性的梦 然后去处理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和攻击性 它是就这样的 我听上说 就处理就像扫尘 说你在晚上 你就像你在扫你的 这个大脑里的这个尘 就是扫地 对 或者说你在清理它的时候 这个你扫地不是就会有一些 沉烟泛起吗 这里边就是一些残存的信号 那这种 就是所谓这种讨好性人格 或者咱们说一个更极端的吧 比如说古代的 皇宫里的太监 那他的梦里会是什么 照道理来讲 他们就应该 就是极大的可能性 是充满攻击性的 是吗 毁灭性的 因为他又是个奴才 他又没有 他就完全被压抑了 对 完全被压抑 是吗 对 可以做这么个推理 我问个题外话 当然我这个时候 对这样来讲 就是心理资讯人 有这么一个假设 包括刚才 那个文章 你讲的一个 很对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不能够瞎猜 我哪怕这作为专家 就是甚至经验无比深刻 甚至证明我这个猜的还挺 经常还挺准的 但是我们仍然得有一个假设 就是当事人才知道 这个答案是什么 对啊 那么当事人知道答案是什么 就是这时候经济上使用的一个 比方在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之中 它就有一个叫自由联想 就是这个自由联想 其实就是 什么是自由联想 你有一个重要的感受 对 那么这个 比方说你有个梦境 你梦见一条蛇 那么这个蛇先 就是你去 就是感知它 就是观察它 变得栩栩如生 在你的这个描述之中 那么这条蛇 它让你想到什么 又让你想到什么 这叫自由联想 说起来就这么简单 但是每个人联想的 可能都带指不同的问题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吧 对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知道 当那个答案对的时候 你自己知道 答案是对的 所以它和科学主义不一样 就是科学路线 通过物理性的手段 通过这个客观的方法 能够侦测说 哎 这是 这是答案 但是这个就是 我们的主观世界 就是我们的心灵世界 没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个人认为 用这个纯科学的手段 去研究梦 研究梦境 就是或者研究我们的内心 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 就存在这个问题 你找不到那个 就是 就是可以简单测量的 那么一个东西 就说啪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 就成了这个部分 就是这也是心理咨询的 一个假设 当然不是所有的心理咨询 都这么认为 就是我们自己知道 那个答案是什么 所以你可能 就是有十个答案 就是当那个答案出来了 你说啪一只 你感觉这个东西比 这个心理的结 对对对 打开了 就是说 它是否是个标准答案 或者说是否是某个医生 告诉他说 你其实应该是这么想的 这些都不重要 对对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在发现自己 对 你自己知道 然后你自己 或许也不用告诉别人 你自己知道 你分明知道 你哪一个点触发了 你某一个东西 这个思考的过程 是个疗愈的过程 就是至少是这个 找到答案的过程 找到答案带有一定的疗愈性 但也未必起到疗愈的结果 这个最近呢 我又看这个马斯洛 咱们大学的时候 就在说马斯洛 五个需要层次 什么这个最低的 先吃饱了喝毒了 然后就会产生安全感的需要 然后是爱和尊重的需要 然后最后是 自我实现的需要 我觉得我们没有 很认真地看 这个马斯洛的心理学 马斯洛他 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90%的心理学 都在研究的是消极面 病 就是说你为什么焦虑 恐惧 愤怒 失控 然后呢 包括就是说 90%的这个睡眠研究 就研究 你怎么睡不着 你在想什么事 他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同样的经历 去研究正向的心理学呢 我们为什么不研究那些个心态正常的人 然后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人性当中的慈悲 有爱 亲情 父爱 母爱 我为什么不研究 甚至他说 我们为什么不研究那些成功人士呢 我们为什么都研究那些个生活当中的 好像是失败者 这个挫折者 他说在这个正面人物身上 正面人物身上 我们同样可以得到更多心理学的启发 就是说 那好的是什么 你不要老说坏的是什么 然后咱们对症下药 那好的能够睡的 那一瞻瞻的就着的人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甚至有医生建议 你应该多跟这样的人交朋友 他可能 他性格当中的很多东西会感染 跟我交朋友 这个未必 就是你和这样的相处 可能你睡得更糟糕 自财行贿 不不不 他无法理解你的痛苦 因为这样的人 他自己活得很痛快 你可能和他在一起 他的攻击性爆棚 就是你经常要忍着 这算是吗 是吗 别这么想了 你别说六哥 就是这样简单的事 我的体会啊 倒不是说会使我更睡不着 我喜欢 我确实喜欢交往这样的朋友 有些时候一说 我记得我们原来有个老总 就老爷说 还是山东口音 嗨 多大个事 我一听他说 嗨 多大个事 我顿时就觉得 好像确实没什么 不过刚才你说到 这个马斯洛所说的 这个睡眠也好 或者梦的这个正向作用 我忽然想起 为什么刚才老爷要插嘴 我读过一本书 纳粹德国时期 纳粹德国的一个高层 你看他都是反方的人了 他说过一句话 大概的意思是说 在德国唯一拥有私人生活的 是那些睡着了的人 就是说梦 其实对于一个处在不正常年代的人来说 梦是具有巨大的疗愈自我 因为它是自由的 它是唯一不受控的 对对对 不受监视的 你想这个梦多了不起啊 梦是自由 梦是自由的 我一直有这个感觉 就是说 其实梦是最无法分享的 你比如说我很少 我经常会看别人 比如朋友圈里说 我昨天做了个梦 我往往会滑下去 我不会看 因为我知道我无法共情那个梦 他如果说我生活中碰到一个什么事 我是很感兴趣的 我觉得梦其实就是说 你只能 你也不用给别人讲 因为梦是唯一不能分享的东西 因为梦拿语言说出来 都是不准确的 对 所以呢 它是唯一你自己的秘密 你自己能识别它 然后 就是它是属于你自己的 你对自己的了解 甚至是某种自由 也是某种秘密 或者是 也难以言传的东西 讲到这我也得说 你看就是 你们讲的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得再讲 在弗洛伊德出现之前 谁对梦这么感兴趣 谁能够像弗洛伊德这样 就是把梦解到这个地步 就所以就是我们 我一方面的说 我们确实是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 就是或者根本上 我们自己是自己解梦的 是自己的解梦师 而这个档案在自己内心之中 但你看 在弗洛伊德出现之前 大家都觉得梦 是神秘难以理解的 而中共解梦 都和命运连到一起 而梦都是各种各样的征兆 什么的 但实际上你看 这不一样 到了弗洛伊德这儿 就假如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来发现 你也没法去讲弗洛伊德 这个解梦的这个方式 是对还是错 但是我们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来讲 到了这儿 梦终于能够被系统的理解 我有个好奇 但怎么来证明 他这个说的是对的呢 因为梦是无法证伪的 因为我们自己会知道的 因为我自己也经常会 有一种神秘感 就是梦会有一种预兆性 对 是吧 我后来是看过一篇文章 他解释了 就是梦其实没有预兆性 梦不能让你看到未来的世界 但是梦能让你看到自己 对 梦能让你看到过去 他说所谓的预兆 事实上是回忆 欲望和期待 这三样东西 这个比较吻合我的梦 我跟你说 所有对梦的这个过分超能力的想象 我觉得是没有实证的 他其实是个反观 是往回看 可是呢 我觉得 他对我们非常有意义 甭管他在生理上 客观上起到了 是不是脑脊叶要冲走那个嘎 什么是吧 那个都无所谓 北他 北他 对吧 甭管那嘎吗 还是北他 但是呢 对我们来讲是得他 不是 我就说什么呢 我说对我们来讲呢 他为什么特别有意义 你刚才讲的啊 就是 你看我有 他把一些感觉啊 串联起来 因为我曾经在我们这个节目里 那个我曾经讲过 就是说 我的母亲这个中风 中风之后他就不能说话了 那当时呢 我在黄山脚下 那等于说呢 他到医院 没几天就失去知觉了 那他只是在电话里 给我说了一个话 就大概就要问他 我没事 就很无力 那就等于说 是我母亲最后一句 我听到他的声音 当时我有一个特别的印象 到今天都记得 就是因为他特虚弱 所以你就会觉得 他这个声音特别弱 但是又特别温柔 特别的温柔 又无力 你知道吗 就是那么一种感觉 后来呢 也涉及到给他找医院啊 什么这些问题 然后呢 前些日子 我就做了一个梦 好像就是梦见呢 我妈妈这个这个 重病了 然后呢 我就抱着他 我就记得 我是这么抱着 我这么抱着他 这么抱着他 他这个头啊 就在这儿 他的头就在这儿 那因为那种无力 他的头就是这样 就这样 哎呀 就是软软的在梦里啊 就靠着 当时我就在 抱着他在两个医院的楼梯中间 好像是在跟我哥哥和弟弟在商量 哎呀 那个医院没有停车场了 他说那个医院 这个医生什么不接诊了 大概就是在梦里就交集 我就站在当劲 然后呢 我妈妈没有出声啊 但是我就记得 他这个这个这个头啊 非常无力的 又很温柔的 在我的 就随着我抱着他跑啊 他就这样 这样 这这这让我就是 他听到 当时听到 他声音就是这个感觉 但是在梦里 他是以一种 他的那个柔软无力的脸 以触觉 和他的发丝 对对对 就是跟我那个声音的 那个感觉是一致的 我就说梦啊 让我们 怎么说呢 刻印了 或者说让自己重新认知了 哎呀 这个梦醒过来之后 我就又想起 就是我母亲最后跟我说的这个 这个话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看在梦里 它是一种 我抱着他跑啊 他就瞅着啊 就一个像昏迷的人 但是就那个发丝又又浮过 就这个触感 就你把那个和那个 那句语言 和那个听觉的那个 是完全 我在梦里知道是完全一致的 而且我会觉得梦里的那个感受 之深或者是 就是那种 我就感觉好像是人 可能你在现实世界里 还是不是虚伪的一个壳啊 还是你就是有表皮的 嗯 可是在梦里的那个感觉触觉 或者所有的通感 加起来的感觉 就是去除了表皮 对 我感觉是直接 裸露了 裸露了 你认识了你自己的心 对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其实跟父母之间 都没有太多的情感交流 对对对 都是那种 但是你看也是 我只有在梦里 我梦见我父亲 我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我们经常会说很多话 甚至那种感觉特别丰沛 特别饱满 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 我父亲即使活着 我相信也不会跟他 有那么多表达 梦里头是有 就是真的特别痛苦的时候 我会醒来 会觉得心脏疼 是真实的疼 不是 不是 某种比喻 那咱们三个病人 那你先做个心电图先 真的吗 有会偶尔啊 非常少的时候 但是我会经常是 比如说下午睡觉 睡过了 那个是梦眼 不是睡过 比如睡过头了 一直睡到傍晚 有时候起来之后 会觉得特别绝望 某个人讲的还不是梦眼 其实就是讲到 午睡的时候不能太长 因为这是给睡眠的 这是个睡眠的科学 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为睡眠 就是它 一个完整的睡眠 它需要 就是先 就是那 一期二期 三期四期 它走完这么一个部分 而且就是它要再重新 从前入身 然后再这样出来 它需要时间 你可能得比方 两三个小时 你才能够完成 这么一个部分 就是或者是 都说四十五分钟 大概达到一个什么状态 如果你睡得很久 结果会导致 就是你 貌似近的比较深了 但是你又睡得不完整 所以那个时候 你进入一个 特别难受的状态 但是在晚上 我们比方睡 至少五六个小时 甚至七八个小时 甚至十个小时 你整个的让这个睡眠 是一个完整的状态 是一个小时